嗨 大家好 我是小薇 今天让我们来继续上一次被除草生打断的话题 上次是跟大家聊到 假如说你们决定要结婚的话 那在结婚前需要跟你的伴侣讨论哪几样事情 那最后一样是跟大家说 决定结婚前最重要的就是跟对方讨论一下 如果双方有一方想提出离婚了 那大概会是怎样一个步骤 但我今天不想光跟大家聊离婚的这种procedure 我想把这个话题说的稍微大一些 就是为什么退出机制这么重要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我们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非常简单的那种退出机制 你已经习以为常 习以为常到你不会再去注意它了 比如说注销一张信用卡 比如说注销一个网站 网站现在很少了吧 比如说app 有一些app我不想再用了 可能我要信息极简了 又或者说 如果你是一个生意人 你一开始觉得这个市场很好 假设体育用品市场好了 你很看好它 所以你注册了一下公司 之后我发现有更好的赛道了 所以我把这家公司注销掉 重新换一个赛道 注册一家新的公司 这是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事情 那假如说我现在告诉你 这些事情都不能退 一样都不行 你注册了这家银行的信用卡 OK 你就要继续用下去 你注册了这个app 你就永远都是这个app的member 你注册了这张健身卡 那不管你是否健身与否 你都是这家健身卡的会员 你就每个月都要续费 如果每样事情都是这样来处理的话 那你在进入这个领域之前 哪怕你非常非常想进入 你是不是作为一个有大闹的成年人 都会再继续想一下 那好吧 我还是算了 我还是不要进入了 所以我一直觉得 不管是一项制度也好 还是说一个公司 一个app也好 如果它是对自己这个制度 非常非常有自信的话 那它显然就应该设置成一个 自由出入的规则 至少不会在你想推出的时候 特地的诚心的去卡你一下 我为什么对这个比较有感触呢 是因为之前吧 我还是一个知乎用户 早在知乎刚刚上线的时候吧 大概2012年13年 那段时间我觉得知乎很可爱 而且我觉得当时的社区氛围很好 大家都很真诚 也都是非常诚恳的回答啊 一些问题啊什么的 所以那段时间我很喜欢抛知乎 我算是中毒用户吧 但是慢慢的慢慢的 我觉得社区氛围越来越糟糕了 我会给你扣上各种各样的帽子 然后讨论也不再是那么的自由了 所以我就觉得好吧 我跟知乎的缘分可能已经到了 我就想注销它 但是非常非常困难 具体的呢 因为好久之前我有点不记得了 但我记得我是弄了一个多小时啊 最后还是没有成功注销 那你们说我能怎么办呢 我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甚至那个时候打电话给客服 好像也得出了一个 似是而非的一个结论 总之就是没有注销成功 我最后应对的方法 就是我把我所有回答过的答案 一个一个人手工删除 然后把头像啊签名啊统统改掉 直到确保没有一个人可以认出来 那个人是我 虽然我名义上我仍旧是直呼APP的member 但是实际上我已经完完全全的 就当它不存在一样了 我不明白就是这种留人的手段 或者给你设置一个超高的退出门槛 这到底有什么意义 因为想走的人还是会走的 想走的人你就是留不住 而我们把这方面的问题放到婚姻上的话 你就会发现这不是一个走或者留的问题 有时候甚至会面临人身财产安全的问题 尤其对于女生来说 这种人身安全显得特别特别的触目惊心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类似的社会新闻 有很多都是明显婚姻已经破裂的情况下 比如说一方对另外一方有家暴 可是法院还是没有在第一时间判处双方离婚 而是还有设置了一个非常可笑的一个冷静期 原先我也是不知道这个冷静期的这个威力有这么大 我只对国内的婚姻法的改版草草的读过一遍 没有做过什么深入的研究 但是就是上一期跟大家提到的 就是张春酷酷酷当中的有两期关于离婚的播客 我听完之后我才会发现 哇塞 就是这个新婚姻法的这个冷静期啊 它的那种威力之大 简直是让人匪夷所思 绝大部分的受害者 其实还是女生 而且这个婚姻法的话 让我觉得历史有时候真的不一定是在 匀速的缓慢前进的 它有时候是一个非常大的倒退 其实大家知道在1949年之后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主政妇女儿童保护的一直是邓颖超女士 邓颖超女士在1950年1月 就是最初那个版本的婚姻法立法之前 她有一段非常有名的一个重要讲话 我不想跳字 我想原文跟大家引用一下 邓颖超在中共副委进一步讨论 婚姻法草稿的条文时说 大家对婚姻自由的原则无争论 对离婚自由原则基本上无争论 但对一方坚持离婚 可以离婚这一条有不同意见 在政法青年妇女联合座谈会上 只有我和组织部的另一个同志 同意一方坚持离婚可离 其余同志都主张离婚应该有条件 邓颖超说为什么我主张不应该加条件 一方要离就可以离呢 理由是中国长期停滞在封建社会 最受压迫的是妇女 婚姻问题上妇女所受的痛苦最深 早婚老少婚买卖婚姻包办婚姻是普遍现象 所以一方坚持要离就应该让离 主要是根据广大妇女的利益出发的 如果加上很多条件 恰恰给有封建思想的干部一个控制 和限制离婚自由的借口 过去没有了这一条 发生过很多很多悲剧 对邓颖超女士加了这一条之后 让很多很多受了很久很久压迫的女性都有了离婚的自由 都有了可以堂堂正正的做一个自由的人的自由 那现在我们的新版婚姻法离婚冷静期为女生带来了什么好处吗 2023年的7月是今年2月7号澎湃新闻网的一个新闻 在2023年7月85号女子周雪为了保障与丈夫见面时的安全 特意叫来了五男一女陪同 但最终还是为能避免被丈夫杀害的悲剧 亲属透露周雪被捅了七八刀致命伤在胸口 这位叫周雪的女性是因为她的丈夫长期家暴才提出的离婚 但是就这种长期家暴的情况下 一审还是没有判离 依旧是有一个婚姻冷静期 大家可以看这个婚姻冷静期让人冷静了吗 有让谁冷静到吗 非但没有让人冷静下来 还让女性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而这种就是一方坚持离婚一方不肯离的 最后的受害者最后百分之百都是女性 所谓的婚姻冷静期到底是有什么用处呢 到底有没有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呢 我对此真的是非常非常存疑的 那我在这里也光想谈的也不只是婚姻吧 还有很多很多地方 比如说也是因为这两年我觉得都是传统的思潮慢慢的回潮 也因为是经济不景气比较低迷的关系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就是又重新的非常热衷于去考公务员 就是上岸这个词我听的已经是刚开始的上岸可能是指考上了公务员的这种上岸 慢慢的它包含的意思越来越广了 包括考研成功的上岸 结婚也是上岸 就是上岸可以无所不包 就是你上了这个岸你的人生就此就顺遂了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你这个世界上没有做任何一件事情之后不会再有下水的这样一个问题了 就是大家知道就是我国其实公务员和普通人的这个比例 就是这个官名比已经是非常非常高的很离谱了 地方债的问题也已经是非常非常明显了 有很多地方其实都是在尽量的精简人员当中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如果你抱有着那种 它就是一个铁饭碗 它以后可以保我一身无余的这种想法 其实还是有一点危险的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 就是像我们80后应该都经历过父母的那个下岗潮 反正我印象是特别特别深的 当时我已经懂事了嘛 对我记得就是一息之间 我爸就没有工作了 反正这件事情给我的影响是很大的 导致我对任何的这种铁饭碗 都抱有着一个比较批判性的这种思维的想法 其实人生真的是没有保险箱的 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内容就都在这边了 如果有什么任何的看法也好 意见也好 都欢迎你发弹幕或者留言告诉我 还是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